金黄酥脆的薯条 不管是单独来一份 还是当做餐点旁配菜 都是比利时不少民众的最爱 但现在这道国民美食 悄悄涨价 欧洲面临超过500年来 最严重干旱 马铃薯生产大国 德国 法国 荷兰和比利时 产量严重受影响 导致价格飙升 连带银香薯条跟着寒涨 年初到现在已经上涨30% 不过这似乎不影响 当地民众购买欲望 而另一头德国民众 则面临啤酒涨价挑战 德国慕尼黑啤酒街 相隔两年将在9月17号回归 直播今年却也有个坏消息 乌尔战争导致小麦涨不停 能源危机也为过程中需要大量天然气的啤酒制造商 带来冲击不得不跟进提高价位 今年价格已经比2019年足足涨了15% 啤酒业者难熬的同时 也为全世界最大啤酒节蒙上涨价应应 进行吻高与婷将进行报导